小燕 借下你的新车吧 我要用 哦 那个下午我要去趟乔南 哦 借你男朋友 那你打车去呗 你没事吧 人家把车借给你 然后你让人家打车去进那里 我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下午她要搬家 我们是要用到车的 你用我不方便啊 我下午要去趟大连 多远啊 打车都要两百多 小燕她自己刚买的新车 还没开两次呢 你看不出来人家不想借你吗 哎呀 我你还不放心啊 借了啊 哎 小燕 再借下你的车呗 哎 我不借 不至于吧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我呢 这辈子都不会把车 借给你这种没有素质的人 就是 你把人家妖姐的车弄得多脏啊 里外全是你 还有偶偷 这都过去多少天了 一声不吭 太好意思来借车呢 这可洗了不就行了 哎 等等等等 你应该洗了之后再还个妖姐 就因为这个呀 小屎 到底是我小人之心 还是你没有素质 你把我车借了之后 不给我加油就算了 还给我车弄那么早 最主要的是 你把我车刮刮了 我光修车就刮了五千多 油费 洗车费 一共五千五 转来 说不定是你自己刮花了呢 还有我赔 我赔个屁 我的车上有全角度行车记录 明明就是你刮花的 你不赔是吧 行 我报警 好好好 我赔 赔了就行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借任何东西给你 哎 我也是啊 你也别绕我一样 你什么脸色啊 你什么货色我就什么脸色